希望澳方个别官员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和公正客观的精神 停止就疫情进行政治操弄 多做有利于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事 澳方官员将澳大利亚国内存在歧视和暴力现象 这些明摆的事实说成是虚假信息 将那些受害者的权益和感受置于何处 我要再次奉劝澳方个别人认真倾听受害者的呼声 正式问题反攻自行 坦率地说 我们不认为出于一己之政治私利 罔顾事实对疫情进行政治操弄 不惜破坏国际抗议合作 是符合澳大利亚最佳长远利益之举